拜託大家一起理好 我們來市長創意中 選前倒數蔡其昌衝衝衝 不只立委林昌佐陪車嫂 高雄市長陳其曼也接力 同一天到台中立挺 蔡其昌除了請嫂接之外 也跟先任市長盧秀燕喊話 政策又跳票了嗎 他的重大建設流標 在台中很稀罕嗎 我看經常在發生 他的流標他的跳票 都已經成了慣犯了 台中巨蛋8號再度流標 蔡其昌猛批盧秀燕是跳票慣犯 回顧2018年盧秀燕競選台中市長 曾經說過這段話 還在市場作業 那儀標都標不出去 那所以顯然這張支票是跳票的 沒有關係林市長沒有辦法做到 換盧秀燕來做 說林嘉隆做不到的換人做 不過盧秀燕四年任期即將屆滿 台中巨蛋工程案依舊還沒定案 那很多的公共工程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呢 5度流標或者8度流標10度流標 全國這個經常可見 台中大建設不能夠啟動 一再的流標就表示 是否沒有辦法把問題處理好 蔡其昌炮聲隆隆 因為盤點招標進度 台中巨蛋今年6月首度公開招標 因為無人禁標收場 7月8月9月陸續又流標 11月第五次招標又無疾而終 經過分析流標原因呢 包括鋼構取得不易 人力吃雞 引建物價上漲 以及建築工法特殊等等因素 把問題推給大環境影響 盧秀燕任期倒數計時 台中巨蛋工程到底能不能有新進度 台中市民最想知道 新新聞賴文中理方子黃軒採訪報導